繼續來關心蕭鳳議員的消息 小鳳議員的消息 對這位老人進行操作賓國 發現他還對天有意識 求讓另外持續感掃 環節生命精神 將環節緊急送往家的移民便宜作 後續治療 該一週小鳳議員表示 最近天氣炎熱 聯合國人都有可能發生烈傷害 尤其是高齡者對高溫的信任力 以及丟致體內資本的光靈變差 加上很多當時的環節免生一半 先為中山的高飛掌棍 今天休心高溫做生的烈傷害 先進去面前一次 採訪報道 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